我姓孙在哪里的在太阳的阳 其实在你的讲义上面 也可以看到我的电子邮件 我的LINE ID 我的WeChat ID 都欢迎大家来跟我去做联系 我希望在20多年的中业电脑技能 然后也有了30几张的 国内国际的电脑建造 无非是希望说把电脑的应用 能够去做一些推广 刚刚我们已经跟各位分享 我们有可能会有一些影像 它是偏什么不规则型 那是因为我们用我们的广角镜头的手机相机 拍出来的结果 可是不管怎么样 你今天用再好的相机你去拍完 其实有些相片你还是不满意 你可能会想要去做影像的处理 这个时候影像处理的工具 我们推荐 如果说你今天你愿意花钱用电脑来处理的话 我们当然就学Photoshop 可是如果说你不想要花钱你是要用手机 那么就推荐你用SNAKE C SNAKE C 打下给你们看 不管是安卓或者iPhone都是 SNAKE C 它是一个种子 C的是种子 好 那等一下你会看到它的logo是一个叶子 叶子 我们现在呢 就先来去下载这个APP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用安卓的手机 麻烦点选Play商店 那如果是iPhone就麻烦请点那个 APP Store 好 首先点选这个Play商店 然后接下来呢 请麻烦在这个搜寻的位置输入 SNAKE C SNAKE C 然后麻烦请安装 在等待一下下的时间 我们你看 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SNAKE C 已经安装好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点开启 还有我要告诉各位 你用iPhone X以前的相机 你用iPhone X以前的手机拍出来 几乎每一张照片都要经过SNAKE C的修改 可是我去年用了这一支手机 Obo 所有的照片都不用再修了 因为修改前修改后差不多 我只能这样告诉你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开启 点选SNAKE C 开启这个APP 请问一下 你现在看到这个APP 因为我们已经用了很多的APP了 对不对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它这边无非就是最上面的一个功能的操作 还有最下面的功能操作 可是几乎现在只有最上面的功能操作 对不对 然后这边它出现了一个字叫开启 就是开启救挡的意思 所以是不是点这个加 我们把一张照片放进来 好 请点加 然后接下来他就说 那SNAKE C要存取 你这支 这个存取装置 装置的意思就是手机 请问要允许使用手机中的相片 媒体和档案吗 请问你要点拒绝还是允许 当然是允许 点选允许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找我们的图片 或找我的相簿 好 例如说 那我就选相机 其实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照片咯 那我就随便挑这一张好了 其实这张本来就已经拍的还不错了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让你们知道 可是哦 你有没有发现到在这个地方 这一套软体 它下面已经有了几个预设好的 像例如说 你可以点Smooth 有没有感觉就是颜色变成Smooth 平和 你看看哦 它这边的一个配色 至少像这一个的话 你会感觉好像光线就比较暗 然后点右边这一个叫做Money Money就是早上的话 你有没有觉得好像那个植物 刚刚是比较偏暗 现在就比较亮 它这里面都有几个 就是说色彩的调整都已经配置的还不错 如果你都不喜欢 我们先恢复到目前的编辑 也就是说完全没有套用任何一个特效 那接下来这边是不是点打勾 对 因为我要特别讲这里面的工具 我要告诉各位 如果你不会美工 没关系 你只要知道里面有一个很棒的功能 就是工具 然后这里有一个HDR 有没有看到HDR图像在这里 因为你这个时候你可以随着你的影像 原本它是属于就是说那个自然的还是人物的直接来去做调整 那建议这两个我们就不去做了 如果说你今天选择的是人不太属于那个自然 就是那个自然的话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窗户外面 这个山 山啊云啊 这就是自然 那我们还是把它变成一个人物 也就是说这是他觉得把整体性色彩来去做调整 那个调出来的一个情形 然后调完之后请打勾 接下来呢这个影像我们就可以把它汇出 汇出请注意 我们汇出有两种 一种是储存 为相片建立部分 好 另外一个叫汇出 为相片建立部分 有看到吗 这两句话中文一字不变 那到底我该选择储存还是汇出 储存的话 它就会覆盖过去 我们选择汇出 汇出就会产生另外一张 好 就不会动到你的原始的图片 所以我们点选汇出 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相簿 你有没有看到今天产生出了一张新的图片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就是刚刚做好的那一张影像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假设当你今天你要去做那个影像的处理 你可以透过这一套软件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重新再做另外一个例子 让我们去观看 例如说跟人物有关系的影像处理 这所以不让你们再去调整 内部参数 是因为说这套软件 它已经把那个影像 它会自动侦测 侦测说哪一个情形会比较好 好 那我现在就直接打开这个snake seed 然后打开snake seed 是不是点选这个加 一样我去找一下那个相簿里面相机 相机的照片 好 例如说这一张好了 因为等一下让你看到真的有还是有变化 点选这个工具 然后点选HDR 点选打勾 汇出 我再重新开启一次 我应该刚刚先存完全不做任何处理 这张图片 完全不做任何处理 我就直接点汇出 然后汇出 然后汇出 这样我是不是就有两张图片放在一起 然后来方便你们观看它的差别 这是原本的图 当我切换到左边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它把那个皮肤的颜色去做一些修饰 不过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看到背景 背景的部分 这边感觉起来它是偏亮的 然后颜色色彩直接为了要变成有差异性的变化 所以它就直接把颜色比较淡的把它调成比较 就是偏中性的颜色就把它偏到暗去了 所以脸的颜色就变成比较暗 然后这边有看到吗 原本的图脸的颜色就没有这么暗 这代表说它有去做过颜色彩的调整 以上就是要跟各位介绍就是影像处理 但是这个影像处理以前很重要 现在不是那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说你现在你的手机啊 几乎都有这个影像处理的功能了 也就是说你今天你拿你的手机来去拍 拍一张照 它基本上它就已经可以做到修饰 而且还做出蛮不错的修饰的成效 所以现在影像处理好像比较少人会去使用 这样子的软体 请问一下 有时候我们拍出来的照片 你需不希望它 就是说稍微瘦一点 稍微腿长一点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在修徒的世界里面 我想这一个是很长很长被大家要求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快速做到这件事情 因为当我今天我希望我的影像呢 稍微看起来稍微瘦一点 稍微那个脚纤细长一点 好那如何做到这件事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如何做 首先当我们要准备一个非常适合做影像修改的软体 而且感觉虽然我们动了手脚 但是不要太失真 我现在我当然就换一个叫做SNAGESIT 这个工具 好点选SNAGESIT 然后接下来我去找一个我的照片 照片里面属于长形的 那所以我就去找一张图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比如说这一张影像 我们会希望说 我们要把人的影像稍微变得更瘦一点 我现在先把它做汇出 方便等一下我们来去做比较 接下来呢 如何快速把人的影像拉长呢 在这里可以用工具 工具底下的视角 点选视角之后呢 它可以分上下跟左右 千万别动左右 你动左右 我跟你讲 那就会有吃不完兜着走的事了 一定要点上下 而且是用拖曳的 而且几乎都是往上 因为我们的广角镜头 它作为把人影 就是上面稍微缩小 然后下面稍微拉长 产生那种修饰的效果 然后这张影像呢 你又不会觉得它差异很大 我们现在就直接点打勾 OK 然后汇出 现在把这两张图放在一起 我们来看一下 例如说我们放到相簿那边 这是原本的图 这是后来的图 至少在这个地方觉得就是说 这个角的比例跟这边角的比例就是有 你们回去再例如说透过上下的调整 然后左右微调一点点 然后再去做这样子一个内容 就是把那个角的比例呢 能够再调长一点 好了 这个是snate seed的介绍 snate seed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影像处理 很棒的功能 早年我们都要用Potoshop来去做 可是现在我们几乎都不是用那个 Photoshop这套软体 而是用snate seed来去做这件事